这类10月8日AMD正式公布任三处理器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该系列的命名会直接跳过瑞龙4000 改用瑞龙5000系列代替 而在游戏性能方面 任三相比上一代可能会暴涨33% 看成史上最强 至于具体表现如何 下面就请跟着超级客提前来看看吧 根据之前的消息称 相比任二架构 这次任三架构的性能提升将会非常大 不仅主频有要达到全核5GHz 而且IPC同频性能也有17%的提升 至于游戏方面最终能提升多少 日前在起点灰烬相关测试中得到了曝光 此次参与测试的正式采用了 Zen3架构的瑞龙7-5800X 并且还有瑞龙7-3800X 与酷热i9-1900K进行了对比 具体而言 在正常 中等 以及重度三个不同等级下 采用Zen3架构的瑞龙7-5800X的性能表现 分别是167x135x和110x 相比瑞龙7-3800X 分别领先了33.6% 21.6% 26.4% 同时也要比酷热i9-1900K 高出了22% 13.4% 14.5% 考虑到游戏画质越低越能反映CPU性能 那么在Normal正常级别下的性能 更具有参考价值 也就说瑞龙7-5800X 比前代3800X的游戏性能 提升了夸张的33% 甚至比诱伤也要高出20%以上 不得不说这个性能提升实在是有点猛 以至于让人有点不敢相信 要知道实现33%以上的性能提升 那么频率IPC提升 差不多就要10% 20%提升才行 这也意味着瑞龙7-5800X的加速频率 也就是主频 应该能够轻松达到5GHz或者更高 无论话也说回来 目前单一游戏的性能表现 也不能代表全部 而且起点灰烬这个游戏 本身就有点特殊 现在唯一能够说明的就是 Zen 3技能大涨 基本上没吹牛 总体上AMD还是可以兑现承诺了 除此之外比这颗5800X还要强的5900X的 基本信息也得到曝光 据称此次泄露的形式 是推特研究员9550Pro 通过运行单线程和多线程测试的CPU-Z 测试所发现的 具体而言 这颗Ryzen 9 5900X 将采用12核心和224线程设计 性能表现上 该芯片在单核测试中获得了652.8分 相较于AMD Ryzen 73700X快了27% 比Ryzen 93900X快了25% 多线程性能测试总共获得了9481分 比Ryzen 73700X整整高了75% 比Ryzen 93900X高了15% 关于使用什么平台和内存并没有具体细节 但应该是在5GHz左右的备用时钟上运行的 如果测试属实 那么Zen 3真的是一次性能飞跃 总的来说 曾经采用7nm工艺打造的Zen 2系列 给玩家带来了太多惊喜 不仅在性能方面有了质的飞跃 而且还以亲民的价格引得不少玩家追捧 现在是不是该喊出那句响亮的口号 AMD YES 上一代AO由于主频不够高 相比于酷睿还差了点意思 所以在玩家眼中 AO依旧是最好的选侧 而如今Zen 3的发布就是为了证明 大游戏5AO同样可以 并且苏妈还承诺将会解决Zen系列处理器 被诟病最多的内存延迟问题 以弥补高频的短板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因为5GHz主频 并接触IPC的提升和12核5900X 在性能方面 吊打i9的问题应该不大 但是5GHz也是一个泥潭 贸然提升主频的代价就是功耗暴涨 但AMD也是吃过FX9590的亏 而5900X的TDP功耗预计将达到150W 想想看前代3900X才有105W 如果在上一个3080搭配1000W的电源 没个分体水冷 怕不知要成微波炉吧 10月8日AMD的发布会 超级客也会在B站同步直播介绍 记得来看哦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印象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